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虽然现在的社交网络越来越多 但我们能找到的真心朋友却越来越少了 很多小伙伴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 却始终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和自己处得来的朋友 只不过是因为现在精神生活比较丰富 看起来才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还是有这三个新作 害怕寂寞怕得要死 一定要找个人陪伴才行 1.射手女 说射手座们花心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他们身边的异性朋友真的不少 你也不能判断哪个是朋友 哪个是备胎 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转换身份 射手女孩虽然很受欢迎 但很缺乏安全感 在大多数情况下 射手座都是需要人陪伴才能玩得开心进行 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安全感缺失导致的 总是会担心有人离她而去 正因如此 才需要更多的备胎和朋友 深怕寂寞的射手座女孩 平时更喜欢和一群人在一起玩 才能找到安全感 这样就导致了在别人眼里 他们特别花心的样子 当一个人能够给足他们安全感的时候 射手女孩也会专一的对她好 2.天寿女 天寿女孩会习惯性的让自己摆脱寂寞的氛围 因为他们真的很难忍受寂寞的情绪 天寿女孩对陪伴感的需求非常明确 就是那种我知道你在的陪伴 会让天寿女孩感到非常安心 为了抵抗这种寂寞感 天寿女孩更是每天都想找朋友玩 让他们自己一个人就是最大的惩罚 天寿女孩会特别依赖 那个在自己寂寞的时候出现的人 这会给天寿女孩一种被救赎的感觉 这样的奔场也更容易走进天寿女孩的内心 尽管在人群中露出满是阳光的笑脸 但在内心身处并不是非常阳光的类型 独处的时候更习惯把自己整个人都封锁起来 这样的天寿女 看起来优雅 独立 又平静 但是当你走进他们的内心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很孤独 三 巨蟹座 巨蟹座女生天生敏感 情感丰富 他们把陪伴看得无比重要 只有在有人陪伴的时候 他们才会感到安心 而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们往往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一某也伴随而来 这个时候更需要人来分担这样的情绪 带给他们安全感 巨蟹女孩难过时更是如此 当他们感觉到难过时 并不需要太多的帮助 只要默默在他们身边就是最大的祝福了 对于巨蟹座女孩来说 轰轰烈烈不能长久 只要有一个人在自己身边 慢且安静地一起生活下去就是最完美的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